剛剛講的特別注意 這個by class name 最大就是跟這個不一樣 就是這個啦 本來是tag 變成class 那只是一個名稱的差異 但是我發現就是這個地方要改一下 一定要改成叫做什麼 early binding 那白話意思就是我預先先連接 所以預先先連接 你在設計的時候你點下去 因為是early 所以呢你才可以去連接物件的一些屬性跟方法 如果你假設用set的話 這邊是不行的 這邊這邊點下去一定是沒有像剛剛下面 因為上面是用叫let's binding ok 所以這個概念有之後 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ctrl z 一下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寫另外一支程式啦 如果要抓的是id 我不要用class 我要請你用id的方式的話 那你其實這邊甚至可以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加一個底線嘛 我習慣就是加一個class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下一個的話就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就把它改成id好了 ok 那 所以呢 如果用id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後面的名稱 你就不用class name 你就用什麼byid ok byid喔 那特別注意還有一個喔 id的話呢 它一定不會是複數 因為那個id字是唯一的 也是那個id 那個編號對應的就是那個資料 它不會對多個資料喔 所以 特別注意喔 get element 特別注意就不能加s了 其實啦如果假設你是用那個 early binding也不用特別背啦 你就是什麼 這邊點下去不就有了 那你就get 有沒有它就出來了嘛 get element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啊 它這邊就不會有s啦 如果你自己打的話啦 假設你用的是let binding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喔以前我在我自己也有把它特別背起來 但我後來發現喔 一一一段時間沒用又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喔 學程式還是盡量用那個什麼 用early binding 以後點下去就會有了嘛 你根本也不用背啦 背那麼辛苦 下一次 一段時間不打又忘了 ok 所以以後使用物件喔 盡量我覺得還是用所謂的early binding 但是early binding有個缺點 就是你必須要找出 它的物件名稱叫什麼 然後呢必須還要除了要引用它之外 還要把它打勾 所以你打勾意思說喔 我幫你在我的電腦裡面找到這一個 這個東西的話它實體位置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我打勾的這個東西喔 它其實實體位置就在c底底下的這個啦 對你會發現c乘三個底下這個東西啦 它副檔名有的有的時候叫dll 有的時候叫什麼 tlb啦 如果是不只一個dll的話 那它可能就是tlb 所以其實你說 Windows是這個三個裡面放什麼 就是放一大堆的這個所謂的 韓式庫啦 這個韓式庫如果你要拿來用的話喔 就把它變物件喔 那其實才能夠真的被你使用喔 所以它本來你如果沒有 做什麼動作 做set的動作啦 所以set後面這個東西就是讓它 變成真的能用的物件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這個物件是不能用 OK喔 然後呢我們其實只是利用 這一個 東西裡面的什麼呢 所以它這個韓 一個韓式庫 然後呢把它實體化之後喔 利用它裡面的哪個方法 有沒有 所以喔 物件裡面有方法 那利用那個方法解決我們的問題 OK 所以喔 其實電腦裡面有非常多的 韓式庫 也一樣的方法 如果你假設你知道可以把它變物件 那哪 物件裡面哪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解決你要的問題啦 不過因為這太多了 所以喔 很多東西 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OK 那我是覺得啦 以前的話可能你們用Google查 但是我發現現在用那個ChargePT 還真的可以幫上忙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 你希望找出哪個物件可以解決什麼問題的時候喔 你可以把問題喔 打在ChargePT裡面 我發現喔 VPA的程式 在ChargePT裡面是 資料庫還蠻龐大的 所以 可以找到答案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我的滿意度其實還蠻大 我覺得ChargePT這部分因為 它可能喔 我在想因為 像紐約時報要告的不是 告OpenAI這家公司喔 它是告微軟公司 我想說微軟公司 因為 比較 比較 肉比較多 喔 而且它是 它是最大的股東啦 對 它是最大的股東啦 因為它等於是說 好像出資 本來說 出10億吧 美金喔 後來其實真實的 好像後來又投了100億美金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超過100億美金 其實已經不得而知了啦 但是可想而知喔 微軟公司在 這個ChargePT背後喔 它的那個影響力一定非常非常大啦 好像之前不是他們搞內亂嗎 OpenAI嘛 結果那個老闆喔 就是 投奔 就直接投奔到 微軟公司 OK 所以可想的 這兩家公司到底什麼關係 其實 真的也是蠻蠻耐人尋味的啦 OK 後面的話呢 就是by ID的部分喔 如果我假設我要是這個 我是段落二的嘛 它有個ID 有沒有叫P2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它打上P2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這個物件名稱也把它改掉 叫P2好了 那因為只會有一個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P2這個名稱喔 就不會有瓜糊多少 因為有瓜糊只會是 Tag Name 跟ClassName 因為 TagName跟ClassName 一定可能是複數啦 當然有可能是單數啦 可是呢 ID一定是單數喔 這可能要記得 那這個地方就是打個P2就可以了 P2裡面的InnerTest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也沒改太多啦 我們把它跑跑看好了 是一樣把它刪掉 那跑的方式都差不多啦 所以你這邊 把它改一下 這個 把資料 把 原始碼先抓過來 然後抓那個ID是P2的 然後呢 把資料清空 然後再把 這個P2的ID 裡面的InnerTest 把它抓到 這個 B2裡面去 B1裡面 我是段落2 那就OK了 那當然啦 如果假設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假設你要抓 是P1的話 一樣嘛 改成P1 裡面的 得到的結果 那就是 我是段落1 其實我也試過啦 這個用ID的話 其實你說用Early Binding 跟Less Binding 其實都可以喔 所以如果假設我把這邊 註解這兩行註解 然後把這個 改成叫做Less Binding 跑跑看好了 你會發現喔 這邊 GetElement ByID有沒有 也可以過喔 那裡面的資料呢 也一樣可以喔 所以啦 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用的是 Less Binding Create Object的話 只能夠是 TagName 跟 ID 不能夠 By ClashName 這個可能要注意 如果ClashName比較特別 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看喔